周年代. 《詠勒》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談場又來了 我是余榮陽 也有鄭仲暉 宇淳你好 废哥你好 大家好 废哥最近說了很多集 不同粵劇粵劇的層面 幾受歡迎 有些號召你 不是 不是 雨嘗大到 不是 上次我記得你說小明星 我們說是令大家可能都是到喉不到廢 事實上小明星 他的藝術生涯雖然短 但是他的光芒很大 真的好像他的名字那樣是明星 現在就是講這個字 叫明星 其實我們現在叫藝人出名的名字 叫明星 其實跟小明星有沒有關係呢 我現在都說 沒有關係 因為一向都說Movie Star這個字 有很久的 英文一直叫很久 小明星也是因為Movie Star 他跟澳門有一點關係 上次我提過 這次可以說他在曲壇的表演 因為他不是演粵劇的人 我記得在1992年曾經有一個 在香港大會堂舉辦過一個關於小明星的紀念戰 就是他的作品的展覽 其實有很多的 搞過很多不同的演唱去紀念他的 但是那一屆就比較和澳門關係密切 有一位我們的朋友是他參加的 這就是譚小雲小姐 譚小雲也是我們的朋友 是我的學者 因為他也是唱小明星的 他唱得不錯 是的 說到小雲他們是一個藝術的世家 即是他家裡是否唱語曲呢 我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他的夫家就是唱語曲的 包括他本人 他奶奶 他先生都是唱語曲的 他和他的先生 我幾歲就認識他們 因為同一間小學部 所以這一屆 我覺得澳門在小明星方面 雖然說不像香港 甚至乎廣州 那麼多人去專唱小明星 但是也有表表姐 在民間來說 澳門也有很多人喜好聽 以至唱小明星的歌曲 很多的 那一屆裡面 當然很多人唱 包括當時也想邀請梁玉榮 梁玉榮紅到現在 1992年 十九年前 他剛剛是當澤的 但是當時他沒有去到盛會 他有一個錄影帶就上了 但是那一屆 令到有一個人 令到我眼前一亮 這位就叫郭恒邦 他唱小明星的腔 和聲音是最重要的 我聽這麼多人來說 他是沒有做作的 他不會說專程去模仿小明星 他自己本質 流露到小明星的神聞 所以希望郭恒邦小姐 現在繼續能夠發光發言 好了 講到小明星 我想剛剛宇Sir都說過 在整個曲壇 但用一個人的唱康 作為一個專題晚會 其實不多 我聽過的 不是在現場聽 是帥國仙 是比較多的 有個專長 唱帥國仙的曲 裡面 帥國仙以外 我就聽到就是小明星了 就算新馬唱康 大家都公認為是很好 但是一晚的專題晚會 的新馬師爭唱康 欣賞會 似乎我就沒有聽過 專題的歌曲也有 比如任白 但是你從未聽過 任康的特別演唱的晚會 可以唱他有關的歌曲 包括呢 由一些藍的雄靈來唱 《飲者》 以前那些 哇 飲歌 那個《飲》是同音 你說是任劍輝的《飲》 就是《飲》的歌曲也行 其中你都聽過很多 包括有以前的 有現在的 連輝歌 阮兆輝也有唱過《飲者》的歌曲 但是呢 以一個專題去唱 我就沒有聽過 就是任白的歌 你見識那麼廣 你說沒有聽過 其他人都沒有聽過 沒有這麼說 我們在某一些前輩的眼底 我們都是後輩 你還有很多機會發揮 後輩 後輩 這樣就 小明星呢 就是他的唱康 他被人的感染力 其實跟他的唱詞很有關係 他的唱詞 和他所有的曲目呢 都很浪漫 我們曾經講過 以例 我們講過一集 關於湯彥祖的《卯丹亭》 他當時都很以來 正如 袁Sir所說 這樣呢 所以他引起很多 尤其是 因為他的唱康 你說他是代表男 還是代表女 我假設大家都認為他是代表男 我假設 這樣我覺得他是有少少少說書 說書呢 第一身是男還是女 未必重要 因為你現在聽到 有很多當代的說書 有男有女 燒雙就是女 你我就是男 所以 不重要 很多時候 那些人說 其實 他站在哪一個性別 去演繹他裏面的歌詞呢 當然 我都認為 以男性為主 以男性為主 但是他以男性為主 他就用男性的角度 唱出女性心中的說話 所以他很多的歌裏面 譬如 都是很浪漫的 浪漫得來呢 還有夜馬黑的 經常都是夜馬黑的 經常都是夜馬黑的 新人 經常有夜馬黑的出現 譬如《夜半歌聲》 《風流夢》 有幾個 有很多首歌 我都不記得那麼多了 《風流夢》有最多人唱的 這樣就是 他能夠帶出 當時很多人不敢說 或者是聽不到 一些男女之間的感情的東西 在他的歌聲裏面 就找到一些 叫做依陀 其實 剛才你提到湯顯祖 《卯丹亭》都是這樣 都是專講 男女之間 有一種 幾乎說不出的 是這樣的情懷 但是又要表達 是有一點點琴琴琴的 不是 直接是 《卯丹亭經夢》那裡 有一幕的內容 的情景 當然 在那個粵劇 或者《坤曲》那裡 沒有表達那麼陸骨 那 他粵劇一個東西 沉夢去 那什麼叫沉夢去呢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我們講回 你提一點點 好 小明星 那個 《卯丹亭經夢》 其中 其實在湯顯祖的小說裡面 有一幕就是說 這個杜麗良 在那個卯丹亭裡 發了一個夢 原來發了一個夢 那個夢中 是跟這個柳夢梅煙好的 是 柳夢梅的名字又有個夢 是的 就是這個當時的大膽 在當時的明朝 都是 我為了 我講完《卯丹亭》 我為了再研究一下 我也刻意去聽一些《坤曲》 《坤曲》多過一些出名的經劇 《坤曲》多過一些出名的《卯丹亭》 《坤曲》多過一些出名的《卯丹亭》 就算我們廣東省 我們廣東省算是威的 廣東省裡面有兩種戲曲 有《穴》 有《穴》 有《潮》 《潮劇》也有做《卯丹亭》 有 這個我想是整個《中國戲曲》裡面 是 好了 我們這裡又講一些小明星的日子 因為剩下時間沒有多 小明星有一次在歌壇裡唱歌 有一位大學生叫陳 非常喜歡小明星的歌曲 更喜歡這個人 喜歡小明星去追求小明星 那小明星呢 就是覺得這個大學生當時很珍貴的嘛 大學生是吧 那就是跟他有少少交往 但是就沒有去到說很熱戀的階段 誰知道這個大學生突然間被家清潑回去 說你怎麼能在歌壇裡沉迷的 你不務正業的 這個大學生突然間失蹤了 那小明星當時覺得這個大學生好像我有些掛著他 那些愛意有些 有些賞心 有些賞心 那 誰知道這個大學生過了一個多月又回來 又追求他 那小明星覺得很煩 所以小明星就企圖自殺 那怎麼自殺呢 那時候自殺呢 那時候自殺呢 有個方法就是 吞泡 是吃鴉片煙泡 即是直接吃鴉片煙自殺 那後來救回來 救回來之後 這個大學生被他自殺的小明星 嚇到大學生走了 那王心凡呢 那時候 是王心凡 他心凡 愛他而不再追求任何女士 都沒有結婚的 那王心凡呢 立刻作了一首歌 叫做什麼呢 叫做 叫做 願為 這個 我一刻不記得 叫做 願為春泥戶海棠 就是這樣一首歌 那其實呢 就表達了他 他寧願呢 用很多方法 保護著小明星 而是自己呢 能夠作出小明星的犧牲 他這麼年輕 就是死於他的藝術之中 這個就是很可惜的 而且呢 當時呢 錄音不多 變成我們聽回他的作品 只有少許而已 其實不少的 在這個年代呢 官昌片他算多了 就是他被 四大皮牛 張韓方那些多了 當時就是 但是如果他好像後來那些 你只看 有些不是 那家的都不是越曲越劇 鄭君綿 他有無數的 因為錄音多了 不過可能就是這樣引起大家 吊一下大家的人 可能大家就覺得 如果他能夠長命的說話 有更多的作品 但是到現在呢 雖然他的作品有十幾首歌 但是我想呢 在世界上 到現在呢 都是不停的 最可惜就是這樣 當年呢 這樣唱曲彈 那個地位是不高的 你也聽見 客途秋恨 有些唯一的多情妓女 有些把她改了的妓字 唯一的多情歌女 就形成了不同的版本 那歌女的修飾 就是說這個不是妓 妓其實也有歌妓 不一定說出賣肉體的 當時妓有詩妓 不一定出賣色相 就是和你淫屍作對 也有很多的 但是呢 就算是正是出賣歌聲 嗯 但是都是沒有地位 最初連靈人都沒有地位 你記不記得 嗯 所以我們覺得呢 就是粵劇一路走下來呢 不簡單 是值得阿輝哥你呢 一講再講 有機會再講 好 多謝